最漫长的一日 最温暖的陪伴 每日与主同行 扎寻一生信仰的根基 伴你成长 我是阿清 提摩太前书二章8-15节 在每个敬拜的场所 我都希望男人举起圣洁的手 向上帝祷告 不动怒也不起争论 我也希望女人而表端章 她们要衣着得体 穿大合仪 不要用发型 金色 珍珠或名贵的服装 来吸引人的注意 女人应该以美善的行为来吸引人 这才称得上是敬畏上帝的人 妇女应该安静学习 信服受教 我不允许女人教导男人 不允许女人而得救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敬拜的男女 宝罗有关妇女的教导 现代的姐妹读起来可能会觉得不舒服 经文提到 女人要安静学习 信服男性 又说被欺骗犯罪的是夏娃 而不是亚多 这些描述使人感到女性是次等的 是不完全的 但是我们要小心理解这段经文 不要断章取义 保罗对妇女的教导 和当时的处境和文化背景有密切的关系 保罗的意思是禁止没有受过正统训练的妇女 在教会讲道 或者强调自己高过男性 另外 当代妇女在公众场合大声说话 亦都是不合逸的 时代转变 现今女性的地位 确实和以前不同 进入神学院接受装备的姐妹越来越多 被按纳为牧师的亦逐渐多起来 女性在教会内的地位不断提高 我们时常说 女性要注重内在美 而不是爱在美 内在美是指什么呢? 保罗提到 女性要常传信心和爱心 又要圣结自首 女性的价值 不是以圣光男性来作为自我肯定 亦都不是以外在的美丽 来博得人的注意和赞赏 相反 由内在属灵气质所引发的善行 是上帝所喜悦的 作为敬拜上帝的弟兄 要专注祷告 不要惹起争端 亦都不要滥用这段经文的教导 反而要让女人担当他们应有的角色 我们应当好好反省自己 究竟自己的美是什么地方呢? 多谢您收听 由和谐频道制作的 每日与主同行 材料折六字汉语圣经协会出版的 天天亲近主 欢迎您在我们Facebook 留下您的足迹 明天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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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